中文字幕——YK 萧嫣偶遇被围攻的纳兰燕燃 早已放下恩怨的萧嫣出手救下了她 也因此与黄泉阁翘楚王臣结怨 纳兰燕燃这才发现救了自己的人竟是萧嫣 一厢重逢的两人百感交集 你们这么多男人联手欺负一个女孩子 说出去也不怕丢了弟弟们的脸 萧 萧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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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萧 没事 多谢你出手相救 看来阁下这是想要英雄救美了 现在立刻离去 我也不为难你们 可我亲还真不萧 萧 兄弟们 上 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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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视线和灵魂力量的压制 并在迷阵中指引方向 之前碰巧被他们发现我拥有此物 便被盯上了 我对你的白狐可没什么兴趣 那几个废物需要而已 我只是受人之托帮个忙 白狐就别想了 你们走吧 这就难办 受人之托终人之事 我王辰可是一言九鼎的 王辰 黄泉哥的王辰 萧嫣 要不将白狐给他吧 传闻着王辰 身性是杀 实力早已在洞狂巅峰 放心 好 有魄力 不过 太自信可不是什么好事 是杀 是杀 小心 有啊 这王辰势力虽强 但对我没有太大威胁 你也会正好压制他的暗术性斗气 难怪能让唐营那般看重 的确有几分本事 今日之事就此作放 我会在天山台上等你 你没事吧 先找个地方 调理你的伤势吧 这次多亏你出手相助 你 你 你也是想去那天山血潭 嗯 虽然以我的实力 想挤进前十 还挺难的 不过来一次 也算是历练吧 此次血潭之争 抢手如云 你老师怎么会放心 让你一个人前来 我总不能事事都一来老师 想要变强 必须靠自己 这几年 你们在中州还好吗 这些年 老师带着我走走停停 遇见了许多人和事 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 老师说 心静了 人生才会风轻月鸣 那就好 我也要去天山血潭 你可以跟我一起 嗯 不会拖累你吗 我对天木山脉一点也不少 你在的话 我也能省心不少 嗯 那走吧 快到弥阵了 我们有通灵白狐 倒是不用担心 嗯 不过越靠近天木山脉深处 我们越要更加小心 特别要注意 不能得罪这里的原著名 士经蜀族 魔兽家族 实力如何 士经蜀族 虽然大多是二三间魔兽 但数量极其庞大 他们组长的实力 也是堪比六星斗宗的强者 进入血潭的十个名额当中 士经蜀族占据其二 这么说 只有八个名额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士经蜀族 占据着地利 看来士经蜀族 确实不宜招惹 真是憋屈 不行我们直接进去 试上一试 别想了 这迷阵极其诡异 没有通过之法 进去也是送死 难道咱们就这样两手空空的回去 我可对不起这人 这是 黄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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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迷队还真称职啊 竟一路护送到了这里 小妍 你该不会是看上这女人了吧 关你何事 哦 对了 忘了提醒你 那女人身上 能看穿迷阵的通灵白虎 我看是个宝贝 一定要看好了哟 蛤 不能白虎 小心斗华 靠近十米范围车 杀 八明斗华 若真要动手的话 即便是硝烟 也要暂避疯了 诸位 血痰机缘就在眼前 错过了就得再挡三年 他能耐再大 也挡不住我们这么高人 对 你再一起上 哪里不带这女人身上 哪里不带这女人身下 哪里不带这女人身下 你何不带这女人身上 白虎是活的了 你先进去 我再离这儿门口等你 拦住他 解封是浪圈 小子 手段挺狠的 居然把这些家伙全部收拾掉了 不过你将这里弄得那么乱 难道就想一走了之 窦宗 这天魔山不是实力过强者 不能进出吗 莫非它是 晚辈萧衍 拜见诗经蜀族的前辈 小家伙 眼光还不错嘛 小子鲁莽了 这些气球丹用来恢复斗气 效果还不错 还望前辈无怪 小家伙 我第一眼看见你 就觉得顺眼 没事 这地方我会让人收拾的 那便多谢前辈了 老夫名叫金谷 别叫什么前辈 小家伙 你是炼药师吧 炼药师对我们魔兽一族来说 实在是稀罕哪 行了 你先进去吧 有那小女娃的通灵白狐 通过迷阵 不成问题 多谢金谷前辈 若这个小家伙的炼药水平 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倒是能省去不少麻烦 灵魂力量竟无法扩散 这弥阵果然记住 是我 这弥阵 能阻碍视线和灵魂力量 不过 我们有着白狐眼用 想要出去并不难 走吧 这下好了 少四个名了 没想到今年四方阁同时把他们几个派了出来 真是倒霉 呸 是 那小子 不会连这天山台都倒不了 请诸位做好准备 旁观即将开始 请 欢日高看待 抱歉 来晚了 这是谁啊 希望没有耽误闯官 这人是谁 赶得倒挺强的 不认识 我只知道啊 又多了俩人抢那四个名额 不过 这小子看着挺变熟啊 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是啊 到达这里都如此勉强 风雷北阁竟然连这种废物都解决不了 等血潭之事了结 帮北阁签了他 老夫侍金蜀族组长 金石 各位既然能到这里 想必都不是寻常之辈 也清楚天木山的规矩 只有通过了我族所布置的关卡 才有可能得到另外八个名额 这次的关卡并不难 只需各位在半个时辰内 抵御着实际上的蜀朝阴波 顺利抵达山顶便算通过 啊 蜀朝阴波阵 这 士金蜀族的阴波攻击 可是出了名的厉害 士金蜀族最擅长的 就是阴波攻击 能无视斗器防御 如此庞大的阴波齐发 恐怕窦皇都难以支撑 看来此次能够通过的人 不会太多 阴波攻击 倒是与士虎最近阴波有相似 能否顺利通关 就看诸位的本事了 闯关 开始 提醒诸位 你们总共只有半个时辰 过时不后 你看 他们少了 金石前辈 花骨门狐牙 狐城 前来闯关 阴波阵 会随着人数增加而增强 你们可想好了 你们可想好了 下场也不畏好多 这阴波阵果然极瘦 待会你用斗器堵住双二 跟在我身后 是金属的阴波 能直接侵入大脑 就算我堵住双二 也没有用的 我能走到这里 已经是极限了 你不用顾忌了 阴波斗器 能否成功 我试试怎么会知道 这般蛮床肯定是不行的 得动动脑子了 下一位 我来 诶 诶 有戏 我怎么没想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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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凤卿尔要上了 是 看看 凤卿尔要上了 是吗 凤雷阁凤卿尔 见过金石前辈 此行离开前 家师让我带他老人家向您问声好 多谢雷尊者牵挂 日后有机会定去凤雷阁一叙 开始吧 好快的速度 不过带着燕燃 我的速度不可施程 这凤卿尔恐怕已经将风雷阁的三天雷洞 修炼到最高级前了 凤卿尔 闯关成功 万剑阁弟子唐鹰 拜见金石老前辈 来吧 四方阁果然名无虚传 培养出来的弟子个个都实力不俗 难怪能在中州拥有兵的地位 军官成功 下一位 我们也上去吧 黄泉阁王臣见过金石老前辈 开始吧 暗属性窦情果然诡异 黄泉阁不愧是四方阁之一 这王臣的实力 恐怕比寻常斗皇巅峰还要强声不少 创官成功 下一位 星云阁木青鸾 见过金石前辈 青鸾小姐如今已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 你的家族让你拜封封者为师是个正确的决定 封封者 他竟然是封封者的弟子 没想到东转一圈得来全部费功夫 凌波动机 居然这般轻松 是啊 倒是忘了 这银波攻击对青鸾族而言 并没有多大的效果 下一位 时间快到了 这硝烟真沉得住气 只怕不是沉得住气 是没有这个能耐闯关吧 真是不一样 没时间了 你让一让 我也不行 他有上手啊 晚辈硝烟 拉兰燕人 见过金石前辈 对对对 他就是那个被封了一个通缉的人 没想到 连废天都没能成功勤住的硝烟 竟然也来了 没想到此事竟也传到了前辈这里 你确定要带一个人 要不 你一个人上去吧 带上我会拖累你的 金氏前辈 我们可以开始了 你跟在我身后 可以减少部分音波的攻击 如今的你 我已经忘成默契 逞能之辈 只会害人害己 别太早下定论 萧炎实力不弱 只怕还未展现真正的本事 你也太看得起这小子了 依我看 他早就山穷水尽了 他就是萧炎 真人年龄虽然不大 但他能从废天手中逃生 肯定是有些真本事的 三千雷洞 果然如传言所说的 萧炎不知从何处修炼了 风雷阁的三千雷洞 萧小之徒而已 我倒是要看看 他如何带着人冲出 蜀巢阴波阵 你一个人闯着门 我不想拖累你 你再坚持一下 我说过 会带你冲快 我看你没要 我看你 我看你 行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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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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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狗狗 碎金鱼 狼相 这 怎么可能 这小子居然还有这一手 给他这么一杠 这银波这个威力可要被削弱不少 倒是便宜了后来的人 闯关成功 下一位 你没事吧 谢了 恭喜 多谢 小妍 你的三千雷洞修炼到什么境界了 看刚才这速度 恐怕与风雷阁某些佼小者相比 也不遑多让 慕青鸾 成口舌之快可不算本事 等三个月之后的四方阁大会 让我来试试 你这些年是否有所精进 我也期待着呢 也不知道 这次你还有没有上次那么好运 是不是运气 你自己心里清楚 看来四方阁 也并非想象中那般和谐 慕小姐 能否借一句说话 嗯 我马上回来 嗯 说吧 你有何事 请问封尊者 可是慕小姐的老师 嗯 这事不少人都知道 你要问的不会就是这个吧 那慕小姐可知道 尊师风前辈在何处 你究竟是谁 为何要找老师 故人之徒 奉师命前来寻找风前辈 至于是哪一位故人 现在不太方便说 老师喜欢云游 平日很难寻见人影 不过 你若真想找老师 便在三个月之后 去风雷东阁吧 风雷东阁 害怕啦 我可不是在动你玩 三个月后便是四方阁大会 这次的举办地点 在风雷东阁 我们请允阁自然要到场 到时老师也会去 三个月后吗 多谢慕小姐告知此事 你不会真打算去吧 到时候风雷阁阁处 可会到场啊 你要自询死路不成 放心吧 我有分寸 是你执意要去的 可怪不了我 不过 你若真是老师故人的弟子 或许到时 他会帮你说情的 嗯 没其他事 我就先过去了 终于有风雷者的线索了 小妍 新谷前辈 创关已经结束 你跟我来一下 金石前辈 小家伙 你可知道 叫你来的原因 若是没猜错的话 想必是为了金石前辈 体内的伤势吧 看吧 我就说这小子 绝不是寻常的炼药师 你能看到我体内的伤势 可有办法医治 怎么样 火毒入体 而且是深入骨髓 如此严重的火毒 在下还是第一次遇见 想要驱除 极难 当然 也不是说 完全没办法驱除 真的 你真能帮我驱除天山火毒 方法十分凶险 并且以我目前的实力 嗯 萧嫣先生 如果我让你顺利进入斗宗 你能否彻底驱除 我体内的火毒 好 其实 天山血潭助人突破之效 只对在斗皇巅峰 待了一段时间的人有作用 萧嫣先生 刚进入九星斗皇 想要借此突破到斗宗 难度不小 那金石前辈所受之法是 天木山顶的火山口 是整座山脉 能量最为浓郁的地方 那其中能量最为精纯的 便是这血潭之底 我至今属足耗费无数心血 才将此地开辟而出 也正因为此地 老夫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修炼到了七行斗宗 可惜 血潭之底精纯的能量 重施着火毒 否则我族的实力 此乃我族秘定 你若能在此处修炼 必能突破之斗宗 前辈体内的火毒 便是来自那血潭之底吧 以前辈的实力 都无法抵挡那火毒的侵蚀 我一个九星斗皇 岂非更加凶险 你身怀一火刺灯天地至宝 这火毒奈何不了你 嗯 那 真是开启血潭底部 空间结界的信物 这笔交易 你看如何 好 等小子从血潭之底出来 进入斗宗级别后 定帮前辈 驱出体内火毒 嗯